各位主来平安 美华全岛在预备乐享盛宴的时候 想起自己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 是介绍香港有个玩HR游戏的地方 这里是一只富有真实感 又能够让一班朋友一起玩的超现实探索冒险的游戏 只要配戴特定的装备 就能够置身于在虚拟的现场 在当中能够看到朋友和自己 如何一起去对付重重的障碍和杀敌 是非常刺激的玩意 虽然是富有真实感的游戏 但毕竟这个都是虚拟的 最终仍然要回回现实的里面 不过在现实世界里面 同样都有着不同的灾害 危难和困境 虚拟世界我们可以逃离现场 但身处现实世界的我们 就要去面对而不能够逃避了 今天所读的经文 正好就给信徒一个好的提醒和鼓励 坚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神的恩典 如何去支持我们 在这个艰难不容易的世代 如何去面对属灵的争战 事想在游戏中要去获胜 不被敌方击败是需要有策略和武器才能够成事 同样信徒会在这个世代里面 想要过得性的生活 那策略武器又是什么呢 比特在书信结束之前 再次勸勉信徒应该怎样在真度上 暂立得稳 圣经里面 保持清醒 因为要防备仇敌 魔鬼 他正寻找可吞吃的人 我们要知道 现在就是与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要识破撒旦的阴谋 就不能够掉以轻心了 总要提高警觉 撒旦的诡计 主要是拦阻上帝的作为 以及摧毁神的子民 撒旦极不情愿 人重回上帝的怀抱 与主重建和好的关系 自力打击信徒 对耶稣基督显现的盼望 于是用尽所有的方法 例如引诱人犯罪 又或者在神面前指控我们 令我们担心不避神 赦免 以各种的方式 使我们对真理感到疑惑 又或者撒旦 也都在政治和社会的结构中 去活动 令社会变成罪 和压迫的工具 以至信道因此而受困苦 漸漸地失去对神的信心 和倚靠的心 继而偏离正路 不实行上帝的旨意等等 所以我们若想战胜 这个仇敌的方法 就要提高警觉 保持对耶稣基督显现 带给我们的恩典的盼望 时刻留意撒旦的阴谋 避免中了他的诡计 我们接着看经文第九节 他里面是这样说的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去和撒旦抗战到底 这个的坚固信心 源自上帝的应许 在第十节 他里面是这样说的 那次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召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承传你们 兼顾你们 次力量给你们 次恩典的上帝 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他的目的最终不是要我们受苦 乃是要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因此我们必须谨记 所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 我们应该谦卑信服神 等候神美好的安排 击退魔鬼的诡计 要认定上帝必亲自 成全我们 兼顾我们 次力量给我们 来应对一切艰难的时刻 在哥林多后书 四章八至九节 他里面说 虽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自失望 造逼白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自死亡 在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 上帝所赐的平安 是不像世人所认为的 主耶稣清楚 所说给我们听 会遭遇患难 传福音的时候 会面对 所以我们要活出 苦中仍然能快乐的生命来 因此我们知道 这一刻所受的苦难 并非出于神的无能 或者错误 而是深信上帝必有审判 而在难处里面 仍然得着他的看顾 他没有离开我们 这个是主的应许 请谈记 我们所相信的 是一位全能的神 在启示录一章八节里面 这么说的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家 是色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神也都是 赐人平安的主 在肥立秘书四章七字 里面说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心怀意念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慈爱的天父 你的作为 奇妙可畏 你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这个是我们心心知道的 就让我们安静 让圣灵工作 亲自安慰 激励我们 在末世混乱的日子 仍坚守主的托父 继续为你而活 值等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 能得享与主永远的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明寇 阿们